我的天哪 你见过这种奇怪的灯泡吗 捏起来软乎乎的很Q弹 有个小伙子把它给剪开 发现里面有一枚超迷你的手电筒 据说这种手电筒 可以让黑夜直接变成白天 真的太神奇了 竟然还有这种软淼淼的灯泡 在灯泡里面 它能突出迷你手电筒 有人这个手电筒 就可以直接把黑夜变成白天 这也太奇葩了吧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赶紧回来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 让人家干 伙子们 视频从看出来 黏黏的灯泡 终于到了 咱们赶紧来看一下 是不是像视频里那样 软黏黏的 这太阳光和普通的灯泡 没有什么区别吗 老人捏一下 是不是真的软黏黏的 这也太Q弹了吧 真的好像火动一样 软黏黏的 我买的都是这种白色的 老板居然还算了我透明的灯泡 这透明的灯泡 看起来就像小水猪一样 好怕把它们给捏爆了 再来就让我们赶紧来找找 有些小灯泡里面 你手电筒 这种透明的 一看就知道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手电筒 看你藏在白色灯泡里 没错 那咱们就从白色灯泡开始找吧 哇 这白色灯泡 怎么打都不会破 我捡 里面全都是水 不过把水倒完了 里面也啥都没啊 真空荡荡的 再来一个 你也展示一下 嗯 啥都感受不出来 我捡 这里面也全都是水 那我也来玩一个试试吧 感觉透明的好水 咱们来捡个透明的吧 不不 就叫一个小水猪一样 捡爆这个小水猪 这也太紧张了吧 回馈主题 咱们要来捡白鲁蛋了 我捡 啊 看来看一看 嗯 什么都没有 四座再来一个 捡开头 捡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试试一下这些 就教教我吧 小鲁蛋 分水吧 哎呦 果然是快很准 啊 又是个空心蛋 顶后一个 捏一捏 哎 瞧我看吗 它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啊 你赶紧剪开看看 我捡 我捡 这屑 真的是手电筒哎 果然我还是被我抽到啊 我这个手电筒也太迷你了吧 这么小 真的能亮吗 让我来试一试 这也太亮了吧 有点自言 哎你关上 听说这个手电筒 这张黑叶变成单线 那我们现在外面见黑了 咱们去试试吧 走 现在外面全都是黑鸡鸡的 咱们来试试这个手电筒 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吧 三二一 OK 真的变成白鸡的小伙伴吗 这也太神奇了吧